復愛傑之所欺 有事生相訓 相訓而不宜 無名 貪愛 然後有這個生死的生 緣起之的敘述 很多是從事之開始 所以經說其事而還 不能過筆 這是雜阿涵經裡面講的 那麼其事而還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些說是到事為止 不能再超越了 就是事是最前面的了 就是沒有辦法超越這個事 那麼有一些說是其事而還 因為事緣明色 明事緣色 明色緣事 事緣明色 明色緣事 意思就是 事不能夠超越這個明色 那這裡看起來 比如說我們如果這樣看 其事而還 不能過筆 意思就是說 推解到最前面 那麼是事 不能夠再超過事 但是有一些說其事而還 不能過筆 反就是反回 反回什麼 反回明色 事緣明色 明色緣事 大概有這兩種解釋 但是如果我們看導師的這裡 其實都還不能過筆 底下講什麼 可是在事之以前 有的又加上無名以行 成為十二支 所以意思是什麼 事是最前面的 沒有辦法超過四 那但是有些 事前面又有什麼 無名跟行 那因為阿蘭經 那也有另外一個P 叫做素儒的P 後面就三根素儒 我們叫三支槍 或是三根素儒 三角形的 然後互相依靠 這個是事 這個是明 這個是明 這個是色 事緣明色 明色緣事 明色也是像一身心 那事 明色 樹 三根 那事緣明色 明色緣事 他說不能夠 生死最初的音 就是這個四 緣明色的四 叫做有取四 取就是取這個明色 因為有取四 事有明色 明色緣事 互相緣 但是說最 最初就講到這個 他說可是有的在前面加上 無名原形 行原事 所以變成無名是最初的 無名行 所以這樣的話 其事而反 就是不能再超越事 四是最前面的 所以導師說四支以前 又加上無名跟行 兩支 所以 所以四是出生明色的根本 明色就是身心 我們周圍為這個身心 那是因為有這個四 那 一四也是這樣講 這個叫阿阿也是 去後先來做主公 做主公 就是說主人公 你要走 這個四先走 要來 這個四目看 來 先來 走的時候 身心還在 都還在的時候 這個四出了 四一旦出 人 活人跟死人最大的差別就是 有四跟無四 就說受軟四 四一旦離開這個身心 不圓這個身心 那麼他就變成什麼 受命就進了 然後身體就冷掉了 身體不再支持就沒有 受軟四 就是死 那麼佛法裡面 佛教裡面說的死 就是受軟四 沒有受軟四 那主要是這個四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阿涵經中說 阿涵經中也是雜阿涵 一再說無名腹 愛結系或是愛緣系 有的講愛緣系 有的講愛結系 那其實都可以講得通嗎 就是你在雜阿涵裡面 你會看到無名腹愛緣系 可是緣跟結又長得很像 所以有可能是超錯的 那愛緣的系輔 因為愛貪愛的系輔 因為愛的因緣 愛的原因 貪愛的原因系輔 或是愛結 因為愛的 貪愛的煩惱系輔 其實都講得通 都講得通 但是不管是愛緣系 愛結系都講得通 但是緣跟結因為很像 所以有時候超 有可能是愛結系 超成愛緣系 也有可能是愛緣系 超成愛結系 但是愛結系聽起來好像比較順一點 無名這個煩惱 跟貪愛這個煩惱 無名覆蓋 貪愛幸福 然後得此事生 所以這裡叫做有取是 所以叫虛妄無別事 好 無名愛 那麼摩子他這裡講行 行是造作 因為貪愛而造作 那麼是三者 無名愛事 然後是無名行事 可以看作完整的獨立的緣起說 那因為我們的緣起是這樣 無名原行行原事 無名 原行行原事 那四後面呢 就名聖 六處處說 愛其有生老必死 以後必不老 那老師說 這個 有些是從四開始 有些是從五名開始 那老師說 這三個無名行事 那這個行事 老師這裡講 貪愛 所以說 無名為父 愛姐為姓 那麼 而有這個生死 然後生死的開始 就是這個死 有取是 因為有這個 有這個有取是 就有生死 那開始有這個名聖 那有時候叫四四珠 色受享行事 那名聖等一下 我們再來說明 名聖也有很多種說法 一般也是把它整理出來 有六種說法 這個展開後面名聖再來說 他說 無名愛 或是無名行事 這三支 可以是看作完整獨立的編起說 編起有三支 或有古 有五支 有七支 有十支 有十二支 不一定 就是看怎麼樣 從哪個角度上去說 他說等到四支以下相中和 才成了十二支 那十二支是比較完整的說法 但也可以從三支說 他說先從這三支製成系統來講 因為如果從阿含經裡面來看 然後無名所富 愛解所欺 得此四身 那麼這本來就是因為 他就在看老 我們這個身心到底怎麼來的 那有身 有這個身心就代表出生了 就有身 有身就有饒病死了 那生死怎麼來的 佛陀在普迪述下不是想這個嗎 到底為什麼會有饒死 有身就有饒死 那為什麼會有身死 就這樣想 剛才講佛陀 那個大聖人講佛陀 佛陀在普迪述下 不知道什麼 就想這個 就想這個 我們平常也要這樣想 但是我們先從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 因為這樣苦 因為那樣苦 上班 家裡 甚至社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會受苦 那我們先講 這個苦到底從哪裡來 那麼你會發現到 苦是從感受 這種苦是一種感受 那從哪裡來 你一直追究 你會發現到苦是一種煩惱 煩惱從哪裡來 苦不一定會煩惱 但是你之所以引你為苦 而且心裡不安 那基本上就是煩惱 那煩惱從哪裡來 你會發現到煩惱 就從直取跟貪愛來 為什麼會直取貪愛 因為你沒有智慧 你不清楚 這個不應該這樣直取 你卻這樣直取 本來不是這樣 你卻看準是這樣 你只是 因為我們很少這樣修行 我們的修行就是 抱著佛 或是抱著肩 念佛運見 念咒 然後就覺得我這樣念 他就會保佑我 冥冥終至 冥冥終究會不會感念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換過來 我們修行方式要換 不可以 不可以像外道一樣 念著神的經 稱呼著神的名 然後就祈求神的加倍 不是這樣 而是吸取佛的智慧 成為像佛一樣的智慧的人 這樣才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才能真正離苦 我們不祈求神讓我們離苦 這是外道的思維 即使你把它換成佛菩薩 換成阿彌陀佛 換成釋迦摩尼佛 換成觀音菩薩 換成普賢菩薩 換成文殊菩薩 那文殊菩薩 讓我們更有智慧 祈求文殊菩薩讓我們更有智慧 祈求這個觀音菩薩讓我不受苦 因為他發願要謙助求 謙助佛 他發願大悲要拔苦 希望他來拔我的苦 不是這樣 佛法不是這樣苦 他是告訴你 觀音菩薩之所以能離苦 觀音菩薩為什麼能離苦 新君不是講嗎 照見五音皆空 所以才能度一切苦惹 那他為什麼會讓你離苦 他讓你跟他一樣有智慧 他的智慧能離苦 你跟他一樣有智慧 你的智慧也能離苦 是這樣 而不是他的智慧展現神力 然後用他的神力讓你離苦 不是這樣 如果這種智慧能離苦 他重點是讓人也擁有這種智慧 這樣才是觀音法文 才是真正的離苦法文 真正的拔苦 是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 能夠拔除這種痛苦 而不是我具備這種能力 我不但拔除我的痛苦 還可以拔除你的痛苦 不是 佛陀 佛陀是最有能力的 比菩薩還有力量 比一切神通三門右通的大阿拉安 還有力量 還有智慧 他也不能拔除他弟子的苦 他只能把這種智慧 交道給他的弟子 告訴他的弟子 看清楚痛苦的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形成痛苦 然後從哪裡去斬斷 讓他擁有這種智慧 所有擁有這種智慧的佛弟子 都可以像佛一樣離苦 那麼沒有佛陀這種智慧的佛弟子 都不能離苦 如果佛可以用神力 那為什麼有的弟子可以離苦 有的弟子不能離苦 那肯定是佛偏心 對不對 那我們請求佛 為什麼有的感應有的不感應 那是不是佛偏心 那不可能 那是不是佛陀菩薩偏心 或是我喊得太小聲 我不夠全准他沒聽到 不是 或是我沒有供養 所以他就不依我 不可能 那重點 不管是佛 不管是菩薩 他要讓你離苦 最主要都是告訴你 你離苦的方法是什麼 讓你擁有離苦的智慧 智慧可以傳授 但不能給你 福報可以傳授 但不能告訴你怎麼修福報 但是不能給你福報 告訴你智慧從哪裡來 但是不能給你智慧 但是我們現在的修行都是 不管我們要什麼 那麼 我們都跟佛菩薩要就是 怎麼樣 我要送金念佛 我念他的名 我拜他 然後我持送他的名 我送他的金 然後他就給我想要的 沒有做的事 不是這樣的 這個你拜佛跟拜神一樣 沒有辦法真正擁有佛法的智慧 那一樣 這裡是告訴你 你為什麼會有生死 無名跟愛 所以有這個生死之生 你就是世生的 有世之生就是 你是有意思的 裡面是有取世的 無名愛賢 完整獨立的元起說 後來就變成十二元起了 一開始 因為阿安就常常對我這樣 無名守父 愛劫守信 那麼由此世生 好 無名守父 愛劫守信 你看 導師這裡 無名守父 愛劫守信 那前面 一再說 無名父 愛元性 得此世生 所以這個看起來 愛劫比較 那前面他的經文也是 無名守父 愛劫守信 但是他引這個經文 引到無名父 愛元性 得此世生 所以稍微有點衝突 但是其實我們說 這兩個在阿安基督裡面都有 但是很可能是元跟劫 元跟劫有點像 但是愛劫系聽起來比較 比較這個 就是看起來比較適合一點點 好 但是兩個都可以講得通 但是後面都是 後面都是無名守父 愛劫守信 劫 好 在上面的聘域中說過 上面是在哪裡 上面就在181頁 我們再稍微翻前面一點 181頁 一樣 因為他這裡在講 賤愛曼煩惱 他舉了什麼聘域呢 他說 這個 愛是懶著低行 愛是懶著而起苦得根本 其他中文經論總是說 無名為本 我所見為本 他舉了一個P 以無人現身在荊棘遍布的草叢中 眼目又被淪斃 所以怎麼也不得出來 眼目被淪斃了 如無名 荊棘草叢的障礙如愛 所以他引這個無人借金 貪愛為母 無名為父 而有眾生 一樣 就是這個就是P 好 我們翻回來 他說 在善命的P中說過 就無名的貪愛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那麼 在荊棘裡面 眼睛被淪著 眼睛被淪著 是無名 荊棘裡面是貪愛 出不去 生死流轉 如現身在荊棘生草叢中 就前面那個P 他講這個 眼目又被淪著 那麼不能脫離一下 無名是知的謎謬錯亂 所以向不悟門閉了眼目 眼目就是智慧 那你的智慧從哪裡來 佛法告訴你才知道 所以金剛君講什麼 如人有目 日光明障見種種色 就是這個道理 你有眼睛又有光明 你雖然有眼睛 但是你看的是錯的 看錯了 那麼 所以你沒有辦法得到追求 這個有毒 就是你卻認為這個沒有毒 所以有些人去採烏來吃 這個是有毒的 他卻認為沒毒的 吃了壯毒 那我們有時候 我們雖然留眼睛 好像留眼睛一樣 就看錯了 這個是這樣做 其實並不會讓你過得好 只是你確定我這樣 不會讓你過得好 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是無知 無明 那麼大家明明都是要讓自己快樂幸福的 可是你發現大多數的人都不快樂不幸福 那麼怎麼會你多數是要快樂的幸福的 沒有人願意讓自己痛苦 也沒有人會想辦法讓自己受苦 可是你會發現大多數的人都在受苦 很少不受苦 可是你會發現他 他明明是不想受苦的 可是為什麼都會受苦 這個就叫做無知 好 那麼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不想受苦卻偏偏受苦 想要幸福卻偏偏不太有人幸福 偶爾 那麼經上說 真意心當生常能為障礙 具形一切分為不共無理 老師引了這個 這個我稍微說一下 這個引的是真意心當生 這個是色大聖論 色大聖論引大聖經的 那到底有的哪一部經 那麼 現在我們也還沒有看到它到底是引哪一部經 但是它是引大聖經的 因為這個是翻譯的問題 色大聖論 色大聖論 我們叫色論 不簡單叫色論 其實是色大聖論 所以無所的色大聖論 然後引這個 他引大聖經 他只是想引經 但是不知道引什麼經 不曉得 大聖經 我們只是想引大聖經 好 他寫這個 真意心當生 常能為障礙 真意心當生 這個真意 真意就是真理 那麼心就是誤解真理的心 就是智慧 那麼簡單講 如果我們從這個真意心當生 當就是應當要有 那麼我們本來應當要可以有這個誤解真理的智慧 就是我們現在無名就是不知道真理 無名就是不知道真理 那真理是什麼 真理就是無我 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知道呢 他說真意心當生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於真理 原來是可以知道的 那麼如果是導師色大聖論 因為這個就是色大聖論 那導師的解釋是這樣 在色大聖論裡面的解釋是這樣 這個是大色大聖論的技 那他對這一個技的解釋是這樣 我們先把導師 因為他這個是色大聖論的 真意心當生 常能為障礙 具行一切分位不共無隱 這個是色大聖論裡面的一個送 那這個送是在解釋大聖經的 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部經 所以導師就直接講經上說 但其實是色大送 但其實是色大聖論裡面的一個技 但是這個技其實是隱形的 那我們先看導師的解釋 導師在色大聖論的講技裡面 他是怎麼解釋這個 解釋這個寄送的 他說無分別置 無分別置 對於諸法的真理 原可生其物件 原可生其物件 真意心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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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後面是 就是常人為障礙 常人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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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陳柏製造裡面 沒有詳細解釋大概是大概詳而已 那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的解釋說 真意心當生 就是無分別置 對於諸法的這個真理 嚴格申請 而且講得有一點點 好像也是很複雜 很簡單的就是這個真理 我們原來是可以 我們原來是可以誤解真理的 意思就是說 人都有可能會見證真理 就是會氣募真理 氣募真理 但是為什麼不能誤呢 因為有些人可以誤 有些人不能誤 有些人是可以誤的啊 但是有些人為什麼不能誤 就講這個問題 那麼人是可能誤的 我們是可以誤的 所以就是說有佛學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誤 每個人都可能會正誤真理 但是為什麼不能正誤 就講這個問題 那真意心當生 常人為障礙 那常人為障礙導致什麼 但有一種法 常常人為障礙 使他不能生氣 就是我們應該要有這個五分別字 有這個五分別字就是無辱會 那麼這五分別字是無辱會 就可以證得無辱的智慧 我們本來應該要有無辱會 可以氣募真理 但是有一種 有一種法 就是有一個讓我們沒有辦法 升起這個無辱會的障礙 使我們的無辱會不能升起 使他不能升起 只有他就是無辱會 無辱會 無分別字 他說 他就說 這個 具形一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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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說是障礙 具形一切分 具形一切分 這真意心生的障礙者 真意心就是欺負真理的心 的智慧 真意心的障礙 心深 你拥有 具有 这样欺負真理的智慧 就需要无分别字 无肉慧 深的障礙者 他具形一切分这一切就是在三性的一切分中能够具形 这个就稍微要解释一下 在三性分 三性是善恶无极 善性恶性跟不极 那么也有说是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心 就是有一种法让我们不断在善恶无极中 那么一直在照做 一直在照做 那么才导致你我们这样的无肉慧 亲近的无肉慧不能生起 那也才会让我们在 那么一切分中 一切分就是一切去 在六道中 因为我们一直在照做这个业 我们一直在善恶无极中 在这一切 一直在照这个业 那照这个业导致你 我们在六道里面 即使不管在哪一道 你这个善恶无极都不断在运作 不断在运作 那么这样 这样让你的 让你的这个 无分别字 就是让你的智慧没有办法献取 那么智慧没办法献取的 最大的是什么 为什么 在这里讲 叫做为不够无名 那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无名就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无肉慧 你没有无肉慧 你就不能断烦 为不够无名 那这就是不够无名 这导致的解释 导致在这个是大赦大赦认的智 那这个智据说是引用大赦金的 但是我不知道 已经来不大赦金了 大赦金太多了 为不够无名 那么导致的解释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不够无名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的解释 成为事论 那么解释就是说 那因为凡夫 那么在一切境界里面 都起无名 那起这个不知道真理起无名 所以那么就没有办法弃悟真理 没有办法来起智慧 然后来证悟这个真理 他说负真实义葬盛慧原 其实这个就是说无名 这个简单讲 简单讲无名是一切杂染生死的根本 就是因为无名 我们会造杂染业 那么这些业会造成我们生死流转 所以无名就是造作杂染业 以至于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本 那也是使我们没有办法 弃悟真理 证悟真理的最大障碍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里真意心单身 残忍为障碍 俱行一切分为不公民 他在强调这个无名 因为无名我们才有生死 因为无名我们才没有智慧流转生死 其实这样简单讲 无名 所以导师这里没有做详细解释 他大概就是这样说 无名却是对于通达真实义的智慧 真实义就是真理 那么起着门壁障碍作用 到底什么是无名 无名就是简单 无名简单讲就是无知 不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讲无名的话 到这个阿安经里面 那么有简单讲 有详细讲的 不知前进 不知后进 不知善 不知恶 不知业 不知报 讲的非常多 但是详细的说就是不知道无名 核心的说就是不知道无名 那我们如果意境 因为什么是无名 在阿安经里面也讲很多 如果我们这样综合来讲 那什么是无名 基本上就是无知 就是所知的不正确 基本可以这样讲 我们稍微跟他贵纳一下 有很多种说法 这个名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智慧 你知了 所知的不正确 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是不对的 不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没有 那一般我们叫政见 叫世间的政见跟出世间的正确 世间的跟出世间的 那如果我们依照 基本上来讲 善恶 有善有恶 世间的政见 明出世间的正确 正确的 你了解这些 有善有恶 那么一切的善恶 都会形成业 一切的业 成熟就会受报 有业有报 这些果报 他们有因果关心 前后因果关心 所以有过去有未来 现在照的业 未来会受报 现在受的报 是过去的业形成的 那过去到底是多久 这不一定 有的时候是前次的 有的时候是隔好几次的 现在照的业 什么时候会受 因缘成熟才会受 那到底什么会成熟 不一定 那那么 但是我们一定 我们一定都要这样吗 能不能免于这样 生死人为 不断在受 造业受报 可以 那所以有解脱的人 有不解脱的人 这个就是有凡夫有胜者 这个就是有凡夫有胜者 那解脱的人 有凡夫有胜者 有凡有胜 那么先知道这个 这个是世间的证件 讲详细的就是这样 那有时候在讲无名的时候 就讲到什么是无名 杂阿安经 杂阿安经里面讲什么是无名 不知前记后记 那么前后记 我们稍微把它写一下 不知道内外内外 不知道夜报 不知道苦己灭道 不知道因他起法 不知道善不善 有罪无罪 我们变了就要流血 因为很多太多了 那初世间 这个是 那另外 我们可以讲三个或四个 三个就是三法印 四个就是四法印 我们讲四个好了 那一样这四种证件 初世间 我们也讲四种证件 叫做四法印 四法印是什么 诸行无常 这是真理 世间的真理 诸法无我 诸受是苦 无常 不苦 苦故无我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主要是这个 不知道无我 其实无常就无我 苦故无我 那么灭盘即进 不知道真正的解脱是什么 有的把禅定当中解脱 当成灭盘 那 那主要就是 你只要证得无我 你就一定得灭盘 一定会得灭盘 那这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证得出口 证得无声法的 那就是你只要断了身见 证无我 那无我就是真理 那 放开就是详细讲来就是 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灭盘即进 那有些就直接讲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即进 有些讲四个 就是这三个 诸行无常 一般我们叫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即进 这三法印 那么如果加上诸受是苦 就是四法印 好 那这个是在讲 所谓的无名 好 那所以他这里说 他说无名 有门壁障碍的作用 障碍智慧神情 没有智慧就叫做无名 没有智慧就叫做无名 有智慧就没有无名 就除掉无名 所以智慧跟无名是 智慧叫做名 智慧叫做名 没有智慧就叫做无名 没有智慧就是无名 所以这很简单 那智慧怎么来 从文师修来 无肉会就是正 欺禄 我们叫做波罗波罗蜜 可以超越生死的智慧 波罗蜜就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智慧 波罗蜜就到彼岸了 到哪里彼岸 到涅槃彼岸 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 怎么样可以到涅槃彼岸 怎么样可以超越生死 涅槃就没有生死苦了 洗面一切苦 超越生死的 所以波罗是超越生死的智慧 波罗是什么 波罗讲空 讲人空法空 他其实就讲无我 所以就是无我的智慧 具有无我的智慧 所以就具有超越生死的智慧 就进入涅槃城了 好 智慧就是我们说过 从文师修 那我们是听闻佛法 然后思维 释迦牟尼佛没有 释迦牟尼佛是创觉的 他是自己思维 在普罗尼佛叫思维 思维是什么 一样 这个我有生死 生死从哪里来 我又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我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重要 就是所有的智慧都 关键都在思维 努力思维 塑塑思维 专精思维 你要努力思维 要想对 要专精思维 而且要休息多休息 就是要专精思维 按键里面常常讲 休息多休息 那你会知道佛陀常常 佛弟子常常去问佛 你知道 他说 请佛为我说超越生死的方法 或是告诉我一个修行的方法 我文法后 他都是这样讲 我文法后 独一尽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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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地方 安静的 没有受干扰的 独一尽触 专精思维 然后怎么 不放益柱 不放益柱就是什么 多休息 就是塑塑思维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想 常常想 常常这样想 现在把它想清楚 想明白 想彻底 其实要这样 那我们没有 我们因为养成习惯了 送完经 功课就做完了 主要是把它送完 他到底讲些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那怎么做 我们也不清楚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就只是负责送 不是这样的 佛弟子听佛说法之后 独一尽就专精思维 然后塑塑思维 然后如果没有佛要 佛要跟他说法之前 他会提醒 他会提醒 地听地听 子信 专精 就是你专心听 地听地听 善思念生 如理思维 所以我常常讲 休闲的步骤 就三个层次 第一个 如理思维 因为观很重要 怎么观 你听了不观 那没有作用不大 因为核心就是无我 那你怎么样想清楚 如理思维 然后要专精思维 然后要塑塑思维 就是专精的如理思维 然后塑塑的专精如理思维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把修行的观念改变 你有改变 你没有办法离苦 你没办法离苦 你永远在期待跟祈祷中休息 这样没有办法 都在等待等待 等待发生感应 这个是没办法离 佛法不在等待当中 佛法不在等待当中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无名门闭的作用 爱有染灼的作用 就有细服住 绑住 被他绑住 使人细服在生死中 所以聘域为结 爱结为细 那么从烦恼来说 无名是属于知的 但无名 我们要讲无知 无知其实是 一个就是你不知道 一个是你虽然知道 但是你知道的是错的 那跟不知道也一样 所以你知道的是错的 那也 虽然也知道 但知道的是错的 那个也是无名 就是没有智慧 我们叫无知 不是这样 你却认为是这样 明明是这样 你却认为不是这样 所以就说非因既因 非国既果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这个都是属于无知 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 而且他知道很多 但是他知道的是错的 而且他坚定认为 他知道的是对的 很麻烦 所以就变成邪见 邪见并不是不见 有知有见 但见的是错的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常常会讲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他也知道因果 但是他因果 知道的是错的 有月有报他也知道 但是这个月不是这个报 这个报不是这个月 他就认为是这样 这个原因产生不了那个结果 这样不是涅槃 他就认为这样是涅槃 就好像你修的初禅 有的人修的四种不设定 就认为是四种灭盘 就非果既果 有的人修苦行 却认为这苦行可以达到解脱 苦行不能得解脱 他却认为苦行可以解脱 非因既因 这样的境界不是内盘 他却认为这样的境界是内盘 非果既果 所以他认为这样就是解脱 他因为他认为这样去解脱 他就以为他解脱了 他就不会再修了 结果不能解脱 他认为苦行可以解脱 结果苦行到死了 结果没有解脱 也不能解脱 因为方法用错 他们目标认错 那里面 虽然也知道 但是也是无理 也是无理 所以他讲 他说无理是属于知的 是认识上的错乱 爱是属于情义的 是行为上的染拙 有了 他说 有了这两大因缘 众生就感到了有四身 就是 众生自体而相续 这个有四身就是我们的身心 众生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的身体 身心结构 拆开来就是无印 或是另外一种说法 叫六处六界 或是叫四四柱 反正就 佛法有从各个方面去讲 四四柱 就是四一色受想行而住 那其实就是无印 那四指取这个色受想行 就是依这个色受想行而住 那这个就是有取四 或是说 言而彼此而生意 或是说必选我空空事 就对身心的分析 相续的流转生死 这个就是无印为父 贪爱为母 和和而生生死众生的意思 所以我们当然有父有母 你的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但是我们真正生生世世的父母 就叫做无印跟贪爱 所有的人 所有众生 三界的众生 母亲都叫做贪爱 父亲都叫做无印 那只是不同类的众生 无印跟贪爱的前世不一样 三日道的众生 天界的众生 天界 色界天 他之所以生在色界天 那是因为他有色灘 无色界天 生在无色天 是因为无色灘 我们是因为一个遇贪 贪还不太一样 但是无印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知道真 好 不知道无我 那么他说 以经说也是扎喊 诸业爱无印 因击他是因 那么诸业爱 无印 无印 就造作 因为有爱 有爱跟无印 那么才有造作 造作这个业 因为你无印贪爱 你才会造作业 有这个业 有这个业 才会感召 业就不断造作 不断造作就累积了 那么感召什么 未来是 这一次就是我们现在有贪爱跟无印 不断造作业 那么这些业累积 累积到 基他事因 就感召未来是 来是 他事就未来是 就下一次 这什么 五印身心 因 因就是五印身心 五印 五印身 人是五印身 但是色界不色界 色界 无色界就不一定是五印 但是我们从这一次来 我们从欲界来讲 就是五印身 所以因就是什么 未来的五印身 人 身心 也大体一致 大概是说的是同一件事 就是无名为父母 貪爱为母 和有众生 跟诸业爱无名 因基他事因 是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好 这三次说尽了 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 前面再讲什么 无名 爱 跟识 这三个 无名言行 行言识 那识是爱造作 造作 燕造作 好 那因为贪爱才会造作 那么所以 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 得有识生 是有取识的 结生相顺 那唯一新生命的开始 这样的无名 爱跟识生 从无始以来 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到未来 一直是这样 不断的相续不应 没有停过 好 那他说 在一般的十二支元其中 第二支是行 行是业的别名 业 所以有身形 口形 意形 又有身业 口业 意业 好 那 行业不是别的 只是与爱相应 私心所所发动的行为 所以叫身形 口形 意形 那这个行 我们说这个行 稍微复杂一点点 这个行 三法印的行 五蕴的行 跟十二元其的行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三法印 诸行无常 也有个行 诸行 基本上 五蕴里面 色受想 行 次的行 也有一个行 那 蛇圆其 无名圆形 也有一个行 那这三个行 稍微 就是 范围有一点点 大小不一样 诸行无常 基本上 其实佛法一开始都是从身心讲的 那么 也是讲 我们身心 其实都不断在变化的 但是 诸行无常 讲广的 其实就是一切有为法 身心之外的也是 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 神灭法 一切有为都是无常 所以 诸行无常的行 指的是 一切有为的现象 一切现象都是无常 不只是指我们的身心 无韵当然 色受想 行事的行 指的是 心所 心所里面 除了 受跟想之外 所有的心所都在行心所里面 他心所中的 他只是心所 但是 一切 这个 这个 这个出行无常的行 就包括一切身心 那 色受想 行事的行 他只是心所 而且除了受跟想之外的一切心所 都在行心所里面 就 施 施行所为主 那 十二元起里面的行 就是这里讲的 那么重点是 身 口 意 焉 是焉 重点是比较放在焉 因为施行所所造成的 是 焉 其实是这样 就是深行 口行 意行所造成深夜 苦恋 施行所就是 动发生火 动发生火 省律 决定 动发 这是施行所的主要三个 好 那所以 这里是 夜 是十二元起里面的无名元起 主要是夜 好 那这是三个不太一样 那这里讲 行夜不是别的 就是 以爱相焉 私心所所发动的行为 行为就是深跟口 那私心所是意 深口意 那所有的夜都是从深口意来 那是意决定的 那你善心所发动的行为 就是深口 就是善悦 恶心就是恶悦 所以三世说的无名爱事 以十二元起中的无名形式 是可以相通的 如从十二支的立场来说 世是现在这一生开始 哪人来说 就是当赴金无血结合时 有世的刹那生现起 就是 世一般来讲是世去投胎 就是这个世去投胎 如果为世就很简单 就是阿赖也是 然后去投胎 你死了之后 然后阴眼成熟 又去投胎 那怎么样去投胎呢 赴金无血 那一般生物学上 不讲赴金无血 而是赴金无暖 金暖 这个受胎 金 然后进入母亲的暖细胞 金细胞进入暖细胞 金暖合而合 叫做赴金无暖 但是一般都叫做赴金无血 那其实应该是赴金无暖 暖细胞 暖细胞 那这个有些叫做赤白合合 赤就是暖 血 那白就是金 赤白合合 赤白二丁 赤白合合 或是金暖合合 又是金血合合 其实就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那他说 这个 这样有事结生的新生命 从哪里来呢 这是从前生的业 总 前生的行为 业总所引发的 业就是行之 导师这里再把无名行事 当成一个完整的缘起 那么就是无名为父 胎胎为母 而有众生 这个众生就是有取士 就是无名行事 其实这样 好 那么 他说 前一生 前一生的最后死亡时 虽然身心崩溃 四大分散 那有一些感受也没有 就是离开了 那你这些感受也没有 那你甚至不能够有一些 就是一般我们正常的五一身心运作 你在死的时候 那么很多都没有了 没办法 崩溃了 但过去所造作的业能 就是这种潜能 这所累积的业的这种潜能 还没有消失 业就是你的行为 所累积的那个潜能 还没有消失 等到因缘和合 那父亲母血是 父亲母血是 就我们人欲见的众生来讲 如果社界 社界哪里去父亲母血 没有啊 他是化身的 天人有化身的 也没有父亲母血 没有 天人是化身的 化身的 鬼道有一些也没有 鬼道有胎生有化身 那如果是暖身的话 也有 也有父亲母血 那有些有 有些没有 那有些 所以不一定是都是父亲母血 只是就鼓舞动物 我们这个来讲 有父亲母血 但你像生到天上 哪来的父亲母血 社界天根本就没有男女 你拿来父亲母血的配方 但是他还是会有 他会感召就去 但是就我们这个人来说 好 所以 那 他说 随着 因缘合合 随着夜历善恶的不同 而得或苦或热的果报 成为一个新的个体 行业的感果 是离不了 烦恼的发业润身 无名就是烦恼 是以我我所见为色导的烦恼的种名 这样 由于过去式的烦恼 无名 有过去式的业 所以三四两重 你可能这么来 过去 现在未来 那么从过去式的烦恼 以行业 才有现在生命的开始 是 那么 从无名而行而是 说明了过去到现在的生死历程 那么这也是在讲 从无名行事 无名贪爱这个事 来讲 缘起 就是 没有讲到那么多十二支 而是就讲这三支 他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缘起说明 好 那我们接着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你此功德 愿你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